他给了我一种笑对人生的感觉 或者说我们称之为苦难 以及一些磨难 他可以把他的付出、努力、辛苦 这些东西他都可以轻描淡写地带过 我觉得这种笑对人生的状态 我非常的佩服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发光的少年时代 少年心中有火 眼中有光 藏着赤尘热烈和星辰大海 少年是意气风发 是青春的诗 少年强则国强 体育强则中国强 让我们一同走进 那些在世界体坛的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少年们 本节目由凯迪拉克CT5独家冠名播出 凯迪拉克与冠军一起勇敢出发 本期闪闪发光的少年给大家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历史最高 第二个关键词是小苹果 第三个关键词是好奇宝宝 能猜到是谁了吗 她是女排当中的开心果 似乎是稀里糊涂的 就被狼指导为以了重任 也似乎是稀里糊涂就得到了奥运冠军 看似这些都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但是背后的付出和努力 她从来都是轻描淡写 她一直对外部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她就是中国女排的复工 袁新月 你好 袁新月 又是一种好强的压迫感 进口身高潮 好高 你很高吗 你听不懂是什么话是吧 我学了一句重庆话 你很高吗 你再来一遍 然后没有听到 嘿 雷真是忙咩 雷真是 雷真是忙咩 是这么说吗 有点忙 听懂了 怎么样最近怎么没回重庆 最近还是在这边先休息一段时间 读了心理系我听说是吧 对对对选择心理系 怎么会想要去选择心理系 一个是对自己更加了解 然后还有就是了解了心理的话 可能是不是对对手的心理也会有一些了解这种的 我头一次听说这个运动员打球 要先去研究一下对方的心理 你真是从内到外的去研究对手 好 那要不然我陪你练一练吧 你陪我练一练 对 我比较想知道你平常练排球是怎么样练的 来 1 2 3 4 5 6 没关系 你手比我头都高 你打不上我 两个层面 那也不行 还是够高的 5 6 7 8 4 你本人真的长得特别的可爱 怪不得大家都叫你小苹果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叫你小苹果吗 我猜的 大概可能是因为我苹果机比较发达 然后就叫我小苹果 你猜的你也不知道 好好好 但其实我们队里人不会叫 平时不太会叫小苹果 是吗 那平常队里叫什么 其实就叫小苹果 小苹果 对 我希望能有一个把我能叫瘦一点的名字 小瘦 那叫小苹果 但是你说你看你长得这么可爱 然后经常在 你说我长得可爱 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吧 你这么可爱你说我 那我们就加倍可爱好不好 好的 好的 然后但你在赛场上经常就 眼神很凌厉 你要不给我做一下你赛场上 一般看对手是什么样的眼神 赛场上 注意比较集中吧 但可能也不是很算议 其实你并没有想做出来很凶的表情 对 但是看起来就感觉 可能会给对方鸭头感 你现在如果说我是你对手的话 你会怎么样看 这球不拦了我输了 这球不拦了我输了 可怜巴巴的看一下 比赛的时候 比赛的时候其实还好 就是我觉得还是因为 比较专注在球上面 显得比较凶一点可能 我还以为你会不会是比如说 读了那个心理学之后 然后有研究一下 就是到时候我用什么样的眼神 可以给对方压迫感 那我应该就直接给他们买一个催眠了 然后催眠完了 那球不打了 那球我们赢了 所以学心理学真的会学催眠吗 没有 这也没有 这也我屁扬还没有 像袁馨月 我觉得可能他平时就是见到任何人 他的那种外向的性格 其实就非常的明显 一人拿一个球 把对方想象成对手 没有这么可爱的对手 那我跟你凶一点 看看咱俩谁能凶过谁 我好害怕 我修的时候很凶的 你会怎么样 咬鸟 我怎么感觉你跟我说话 好像我像一个十岁的 我跟他在一块 我觉得虽然是我比他大几岁 然后他一直叫我姐 但是他面对我一直像看一个小朋友一样 就是在用跟小朋友说话的语气跟我说话 比比谁凶 嗯 我先下了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round 2 嗯 保持十秒不像 哈哈哈 这游戏好像变了 哈哈哈 我觉得现在比凶可能有一点背景 我们至少要保证十秒不像 都要保持十秒不像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嗯 在比赛其实我也是看他球 在我们发起的时候 就是会看对方那个电球的人 他们有的就看到你 然后看你发起的时候 眼神会飘一下会飘 就发了 来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长这么高 其实说来还挺逗的 我们96年这一批 持23岁左右的时候 我不是最高的 就可能后来去队里边吃饭吃得多吧 然后一下就窜天了 那你十二三岁的时候多高 十二三岁的时候一米八左右 十二三岁的时候一米八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批的人 他有的已经快将近一米九了 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说他是球队当中的开心果了 就是他特别去想要去活跃气氛 能够去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心理和情绪 除了排球之外还喜欢干什么 我其实有很多想干的事情 但是 但是没法干 对对对 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 比如说呢 有什么特别想干的 比如说我这也想过去跳伞 看到就是他们拍的那种小视频 然后蓝天白云的 然后从天上跳下 那感觉特别自由 我就挺想试一下 因为我本身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刺激的运动 哇 你是胆子很大的那种 你是不是在那个游乐场里都是专挑那种 特别刺激的东西玩 没人排队的话可以玩三趟 然后既然我前段时间已经学过了 然后所以今天打算跟你PK一下 但是 鉴于你太厉害了 我不跟你用排球PK 咱们用气球怎么样 哦 可以啊 可以啊 哈哈哈 来了 准备好了吗 来 剃墙 后材 哎呦 哼 我 好 明明可以多锻炼锻炼 平时多跟我们在训练训练 还有很大的潜意 我觉得拿这个球我还挺喜欢的 我继续锻炼哦 好的好的 下次希望 所以说我说我来陪他练一练 但是他其实考虑的是他怎么样能够让我接球接得更好一些 就打过去一个球就说哇 感觉自己还挺羞耻的 那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贴心和为别人着想的一个女孩 当时进国家队的时候是怎么进的吗 第一次进国家队的时候是一三年年底 那个时候 呃我们那一批应该算是国家队的试训队员吧 当时想的是 呃怎么会选我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就是自己的能力技术还不到就是国家队的要求 主要后来改变我的契机就是那一次集训结束过后的联赛 那时候朗朗还在恒大队当主教练 然后那一年我是8队的队员 然后刚从青年队上成年队 那一年估计应该是打不上球 我觉得朗朗是直接让我转到恒大去打的球 就是给了我打球的机会吧 然后去恒大也能打上主力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机会吧 然后我是很感谢他 所以你是不是那种就是如果一旦给了你机会 所以你一定会牢牢的抓住他把这个机会拥好 对教练的一种报恩吧 然后也是自己希望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因为盘球这个项目就是也是我喜欢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觉得也能体现我的个人价值吧 然后幸运能够在自己热爱的这个项目上面能够发光发亮 了解到袁欣月呢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去尝试各种新鲜事物的人 而且她很想体验那种很刺激的那些运动 所以后来想了想又安全 然后又能带给她一些新鲜感 所以就找了一个这个室内蹦击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你安排了一个刺激的项目 是什么呢 蹦击 是那种室外蹦击 是 不告诉你 反正带你去蹦击 心里有点小坦特呢 我第一反应是像那种室内游乐场一样的 然后或者是两边拉着绳 然后在蹦床上面就是上下弹 或者是就是室内可能落差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然后绑着那个绳子然后把它跳 有势众感吗 我不知道 我也没试过 应该 算了 还是留一点悬念吧 这就是室内蹦击 我也没体验过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 看起来好新奇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哇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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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趾河趾在吊威娅 对 对 吊威娅 试了中后才知道 加油 我看见 我感觉好难 我现在觉得我可能不太行 鼓掌 好厉害 丁盈你好 刚刚做了一段那个 简单的一个编排 然后对新手不会有那么的难 确定吗 刚才那个是对新手不难吗 好厉害 我们会套那么一段 还有的 对 然后我们会从基础来 跟我想象当中的凤级不太一样 也会很嗨 是吗 好 但是来了过后我发现完全不一样 这个项目以前没接触过 但是就我看他们的感觉 就还挺吸引我的 因为他们就是感觉很快乐的样子 然后感受一下 我们的身份是身份 我一直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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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还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坐的时候 你有感觉到那个绳子的牵引感 是会有的 我不会用核心力量把绳子做一个拉长 这个是为什么这项运动在运动呢 它这个绳子有点松紧的感觉 是的 可是我体会不到绳子的感觉 它有点松了 我感觉 你老板 可以往前进吗 不行 不可以 是不是他因为他太高了 所以他有一点好像那个绳子像撑不住似的 我帮不上你了 不是 我可以 我可以 看了 哦这样就有了 哦 哦 哦 哎呦 哈哈哈 来了 来了 哈哈哈 动不动了 动不动了 一 好了 三 三 二 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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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不消了 可不消了 水發亮的 來 這一塊 躺蹲 哦 對 這個實際 才能夠跟繩子 去做一個平常的對躺來蹲 對 來 我們來到前面 借你的手了 哦 我的腳應該往後一點 對的 是的 蹲的時候 臀部持勁 再來 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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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輕鬆吧 對 我覺得你好自如 所以這個時候 你需要核心去做發力 去跟他對抗嗎 核心就沒有力量 五 兩 請 蹲 跳 這樣嗎 很好 這樣 來 左邊 試一下 張回來 快點我來 一 二 一 就老師專門給我們設計了一下 因為一般都是 筆線啊 或者是 就是張開手臂什麼的 然後就 我這個項目就設計了一下 教練 嗯 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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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了 結束了 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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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還挺有意思的 然後 其實我還專門研究一下 說不定對我們就是拍球起跳 什麼的有一些幫助 主要還是轉換一下心情吧 我就挺開心的 我已經氣喘兮兮了 可能作為平時我們就是保持量吧 好吧可能是你們的熱身 熱身量吧 對熱身差不多 那應該給你加量才對 你再練一個小時吧 今天是來放鬆休息 你平常會感覺壓力大的時候嗎 可能體驗在焦慮上面吧 覺得你的能力還不夠的時候 可能這種焦慮就是大家說的那種壓力吧 那你比如說在奧運會的賽場和平常的比賽 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嗎 你需要更重視 就是比平時的重視還要更深一點那種 還記得這個里約奧運會的時候的場景嗎 還記得 以前還挺深的 我們也沒有說想過能拿第一 而且前面的幾場小組才打得也不好 然後包括我父母本來去巴西想要現場看我們比賽 就說不定也要 就可能打個飛滴一個來回就要回來了 不能放棄 就眼前的球能距我 距我能扣的時候我要扣 就我能做什麼就做什麼在場上 結果沒想到就是第二天我們巴西的時候 對巴西是贏了 就先輸兩途過後再翻他們 一團到位 周婷 後包 跑到 好球 周婷 後包 周圍的人當時可能也是各種的鼓勵 然後稱讚 就是好評如潮的那種 打完巴西才覺得是過了生死節一樣 就是哇哇大哭 然後我好像是跑到觀眾席跟我爸爸一同哭 但是當時其實是挺難的 然後那場贏了過後是感覺真的釋放了 就反而其實這種時候的時候我覺得有一些壓力吧 就是覺得自己可能需要有一些擔當了 或者是未來需要承擔一些什麼東西 我覺得你的思考是挺理性的 像人性來說 在你獲得了至高的榮譽的時候 是一個很容易被沖昏頭腦的時候 但是你其實或者說整個女排的人都保持了極度的慶幸 因為成績它不能說你拿了冠軍過後 你不努力你就以後的冠軍都是你的 其實我也有一段時間我感覺挺茫然的 因為我覺得冬天二遊會我們準備了很久吧 還是會覺得自己的付出 沒有達到自己想要達到的那個水平的時候 你還是會有心裡會有落差 就是想來想去吧 到最後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就是把自己最好的東西拿出來 先去前進吧 先把自己做好 從我自身的技戰術上面 還能夠再精細一點再鑽研一點 然後做一個更職業的球員吧 好 今天帶你出來小小的放鬆一下 雖然說可能平常你沒有太多的機會 然後也希望你平常能夠忙裡偷點閒吧 就還是像現在這樣快快樂樂的生活 然後認認真真的打比賽 祝你未來越來越好 謝謝冰雲姐 為什麼要加個姐字 討厭 光是說就是喊著口號說傳承 就還是在於可能每一天的訓練和接觸 然後包括累積上面 其實我覺得我身邊很多人 就是在我眼裡邊都是發著光的 自己的人生當中努力著 沒有放棄包括堅持著 其實就是在發光 她給了我一種笑對人生的感覺 就是她永遠對於這個世界 充滿了好奇 充滿了探索的心 是對未知的生活充滿了熱愛 這是一顆很熱烈的心 而另一方面她身上又有著沉穩冷靜 和異常的堅毅 她能夠在登上了領獎台的時候 去思考自己要承擔什麼樣的重擔 她也能夠在比賽失利之後 儘快地調整好自己的心情 重新出發 這個女孩她非常的堅強而強大